诶 新山圣门 这里这里 老街 这个我们以前都来过啊 真的吗 很小声 来 停车场 2米耶 2米这样进得去吗 哇 等下 等下我下去看一下好了 哇 你看这个景 完美的山景第一排 诶 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 是仙山的灵洞宫 我们停的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停车场 既然是停在停车场 它就一定有规范嘛 带你们去看一下它有什么规范 不要将污水跟垃圾向外倾倒 禁止在停车场吹煮食物 及任何博弈活动 我还真的没有带东西出来 我的冰箱是空的 因为这边还有美食工厂 还需要带东西吗 来到这个地方要干嘛 我知道 天香有钱 对 你看它的表情要超级 宽阔 前面有一个停车场 然后我们停的那边也是停车场 然后它还有很多层 可以停非常多的车 所以这整个庙其实算是非常大的 功德无量 天啊 我的动作 没有在这么讲的 有没有感觉来到庙里面 整个心情就会沉淀下来 很庄严的感觉 我觉得 不能嬉戏 你有那个体质 不能嬉戏 你很 林栋宫其实这边它的主神 是官圣帝君 对 官圣帝君主管什么 主管 财 他也是财神 真的假的 对 所以其实就 找找找找找 点个灯好了 我看你今年犯太岁了 这就是今年的 好啦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 七种十二成效 有中七个人 就赶快来点灯 这边任何的灯都是 一盏两百 特别是来到这种仙山 有灵性 灵感 有灵感的 有灵感 灵感 餐房的话 假日大部分都要预订 是不是 大部分都是要的 可以选号码吗 前面的 13579 靠这边的 二十六八十 看几个 13579 对 背三的 背三的 二十六八十 就这样 就这样 那我要单数 单数 除了点灯以外 我们要订 散房 等一下再告诉你们 为什么要订散房 来 我跟你讲 过年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 为什么 你的新城市 你看 厨师 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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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去车舖 大家都吃到一样 要买东西 是不是有点结果都不开 所以来来来 美食广场 既可以让你求 升官发财 保平安 过年你又不用自己煮 还有东西可以让你吃 对吧 我们等一下先进去看一下 我要看素食 素食 它上面有寫二三它怎麼會開啊 烏鴉嘴 你說沒開 你看它真的沒開 因為今天我們來的是平日 所以它很多檀商其實是沒有開的 但如果你們是假日來的話 應該會很熱鬧 檀商都會開 有啦 有啦 有素食啊 我看到了 真的嗎 你看到了 有素食嘛 有素食 好多大人喔 大哥介紹說來要吃張媽媽 他每來必吃 所以劉大哥既然都說了 我們就來吃張媽媽 就是有點類似那種自助餐 然後它也可以現場 這邊是全素喔 紅燒豆腐 我都好想吃喔 好啦 今天先了一點 阿爹 沒阿爹一盤雞肉 這太犯規了 天啊 你吃這樣 你一個人吃得完 欸 過年特輯 起雞就怎樣 吃雞 過年 出去外面可能找不到店家開門 就是要來這種初一就會開始營業的店家 然後還可以炒這樣子一鍋子的菜 跟你的家人 春節的時候來這裡走春 吃到美食 何其享受啊 NICE 很誇張欸 睡著了欸 趕吃飽就想睡 真的很爽欸齁 超級 不知道為什麼這裡的時間好像 滴答滴答滴答走很慢 有點無聊 無聊 我們不是有防無聊生氣嗎 哈哈哈 你根本要唱歌嗎 欸 我跟你講 其實你看它好像是K歌神器 可是其實它就是一個喇叭啊 我們不要唱歌 我們來聽音樂 或是追劇 也很好用好不好 我聽這首歌好了 我們今天不唱歌 就聽音樂 看著這個漂亮的景 小泰迪 你是貪了嗎 哈哈 這個驚恐的表情 太好笑了吧 太好笑了吧 我現在在宮廟啊 然後我現在在這邊check in 我好像來到什麼 來到那個飯店啊 三井第一排 三井第一排 好啦 那我們去看 我們先上去看看 我們今天真的是沒有要睡 只是說我們要 參觀一下它的下禮拜 參觀一下 熱水瓶 還有MOD吹風機 基本上應有盡有 欸 怎麼沒有量 要插卡嗎 喔 要插卡啦 要插卡 喔呦 現在的宮廟的設施 還要插卡服務呢 喔 你看 喔 夠用 夠用 廁所 然後這邊 有一個通道 可以走下去 走下去下層的停車場 嗨 大哥 嗨 大哥 每一場都有化妝室 而且它都把它弄得很好 平日它只開放這一場 假日的時候 這邊每一場都開放 而且都常常客滿 這個是算我的第一名 喔 你心日中的第一名 對 嗨 你好 嗨 嗨 你看 人家都沒問題 假日開放的時候 大概七八點的時候 很多車子就排隊 整個進場 這裡就是有爬山 有美食 有水側 又有 遮陰遮陽 不怕風不怕雨 然後還有垃圾 分類 分類得很清楚 每個角落都有垃圾桶 難怪這是我們 劉大哥心目中 第一名 第一名的車伯店 我覺得我們今天 林洞工 已經把它玩透透了 沒有 你還沒有爬上去找 九層水女 那空拍拍去就好了 你又來 今天這個夕陽真的很漂亮 它那顆蛋黃 就是感覺像浮在水中 要沉不沉 真的很漂亮 坐在這邊發呆很值得耶 來來來來來 你過來坐在我這個位置 你現在那個視角 這樣看過去 是不是像一個框 一幅畫 白天的山景 到夕陽 然後到現在余暉 坐在那個位置 我跟你講 超享受的 但是這個畫中油膩啊 好 這個臭豆腐真的也很臭 我真的覺得 真的受不了耶 哪一次受不臭 哪一次受不臭 我跟你們講 這個地方啊 其實它的美食區 它大概到四五點的時候 就關門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想說 我們要把一鍋起來 晚上吃 這樣是不是很方便 其實我發現 我們撤過久 很多人已經開始對我的影響 就像我跟妳講 你當初問我 說欸老闆 我冰箱要買多大 我叫妳說蠻小一點 妳不要 啊我家好多人出門 啊我冰箱不夠冰啊 結果我是不是你 半年之後 看到我們都不曉得 欸他也開始嘗試吃外面 哇看超方便的啦 今天很多大哥大姐都這樣啊 都學我啊 對講到方便 其實我真的覺得 車上怎麼樣都一定要被電視 因為其實它蠻多地方 它其實是不適合開火的 啊你有一顆電就最方便啊 真的很多觀眾在問我說 欸老婆大人 你們到底要怎麼選擇行動電源 什麼要用行動電源 好其實 不外乎幾個原則 第一個 行動電源至少都要1200瓦以上 至少可以推得動吹風機 再來 充電速度一定要快 你至少一個半小時 就要把它充飽 再來呢 真正好的行動電源 它的外型 一定要方方正正 露營車大家都知道 收納空間非常有限 如果今天的行動電源 它可能是有把手的 你還要考量把手的那個空間 那把手以外的地方都浪費掉了 好再來 看過老婆大人的影片都知道 老婆最喜歡帶大鋼炮 小鋼炮輪流出門 為什麼 因為電池一定要常用 捨不得用電池 就會壞給你看 我覺得主要是這一顆電池 它的整個設計質感 用起來其實非常棒 因為它有那種 鈦金屬的那種顏色 所以它也比較不會有那麼的塑料感 然後再加上 我的大鋼炮它有兩個無線充 對 冷耶 其實我們這樣一路使用下來 我覺得 如果說一顆行動電源 它的價格差不多落在 三萬五千塊 我覺得其實是非常OK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再貴 你體積再大 可能你也用不到那麼多 然後每天班上班下 其實這一顆電池 我們以前就有過過一集開箱影片 看這裡 有興趣的 找老婆大人 吃飯吃飯 我剛剛吃這個臭豆腐 我剛剛就是全臉 你就吃得出來 每個臭豆腐都買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如果你們要買 生的像這種臭豆腐 你去那個什麼 水源市場 所以你現在是教大家 要去水源市場 買生的臭豆腐回來自己煮 太麻煩了吧 很簡單 光是湯底你就要熬很久 哇 那是騙你們不會的 哈哈哈 臭豆腐其實就跟煮五金長旺 這道理是一樣的 五金長旺是什麼 什麼 你有看上面那個廟嗎 有 我正在看 它那個上面 好像是九天旋雨對不對 對啊 而且它那個步道啊 你看 都打著燈耶 感覺很特別 你們晚上啊 想要運動的人 就是吃飽飯要散步的人 噢 這個真的是太適合了 它整個步道都很打燈 然後直通九天旋雨 水 好 我感應到了 你又感應到了 我也感應到了 我現在的臉啊 是不是一半亮 然後一半暗 因為我們停在這一層停車場 它是有打路燈的 所以相對是比較明亮的感覺 但是呢 看到我的手指頭了嗎 我們這一邊看 地下一層的停車場 它其實是沒有打燈的 所以它相對比較暗 然後比較抵密 可能是因為比較暗的關係 所以大家 欸 時間到了 自然音量就降低 安安靜靜的待在我們的車上 我覺得很酷耶 這種車伙形態 就讓人家覺得很感動 其實今天真的差不多累了 大人要不要好好的睡覺 我們明天去找九天旋雨 晚安 天旋雨 在天旋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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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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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